今天的早晨头条 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疫情变化 湖北省卫健委今晨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 7号零时到24时 湖北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2841例 其中武汉市1985例 全省新增死亡81例 截至7日24时 湖北全省累计确诊24953例 死亡699例 以治愈出院1115例 累计追踪密切接触者114044人 尚在接受医学观察67802人 同时在昨天的晚上 湖北省召开了第17场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也介绍了一个最新的疫情防控进展情况 发布会上针对病床难求的现状 武汉市副市长胡亚波表示 目前武汉全市28家定点医院 床位已经扩展到了8895张 火神山医院的1000庄病床已经交付使用 雷神山医院的1600张床位 也将于今天交付使用 这些将全部用于收治重症和微重症患者 同时已经投入使用的三家方舱医院 目前有床位4250张 同时正在将省委党校新校区 武汉市署的四所高校改造成定点医疗点 同时将共增加5400个床位 这些都将用于收治已经确诊的轻症患者 发布会上武汉市肺科医院院长彭彭表示 武汉目前医疗物资供需矛盾突出 除了防护服和医用N95口罩依旧短缺 医院氧气也面临供应不足的问题 那么目前除了人员紧张 防护用品紧张以外呢 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就是氧气供应的问题 那么因为重症病人呢 是需要100%吸氧的 我们日常用量峰值的10倍以上 那么我们的氧气的供应 已经无法再继续增加 此外武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亚波介绍 目前武汉市的防护服和医用N95口罩 依然短缺 目前全市医疗物资供需矛盾 十分突出 2月6日 我是医用的防护服 当日的需求是5.99万件 当日的缺口是4.14万件 医用N95口罩 当日需求是11.9万个 当日缺口是5.68万个 医用的护目镜包括面罩 当日需求是2.25万个 当日的缺口是1.92万个 为了缓解这些供需矛盾 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全力以赴在国内外采购物资 二是国家和省里支持 重点保障火神山 雷神山医院 以及方舱医院 医用物资的供应 5号备受关注的瑞德西韦临床实验 已经在武汉金银潭医院启动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 湖北省医疗救治组专家赵建平 针对该药的疗效和副作用等问题 做出回应 瑞德西韦的话 是目前体外抗病毒活性最强的药物 但是呢 没有人体试验的证据 所以的话 我们对该药的话 虽然充满了期待 但是越是无耻的话 我们越要用科学的态度 来检测药物的疗效和它的安全性 我们是有严格的科学的一个 疗效的评价的标准的 达到希望的疗效之后 可以用于患者 比如说患者在用药前的话 是用了呼吸机的 用了之后 病人症状缓解 病就一般的吸氧 然后最后病人不吸氧 可以出院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观察之后 看它的症状 似乎得到了缓解 感到很欣慰的是 这个药物还是非常好的 没有明显的不良反应 所以这个方面的话 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信心 此外 发布会上还有记者提问 如核酸检测出现假阴性怎么办 感染者被遗漏的问题又要如何解决 专家也做出解答 我们的 这个 烟室 比烟室的 核酸检测的阳性率 现在的话大概是30%到40% 那么检测阴性的话 是不能排除 性性冠状病毒性肺炎的 就是多次检测阴性的话 也不能排除 那么怎么办呢 所以说在 武汉 还有湖北的部分地区 这是我临床的表现 非常关键 如果这个病人临床表现 比较有症状 还有 血里面的 淋巴细胞下降 还有典型的病毒性肺炎的改变 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临床诊断 自从临床诊断之后的话 那么我们这些病人 就要按照 性性观众病毒肺炎 来进行 诊治 这样的病人的话应该要 要进行收治 这样的病人 从收治之后的话 就不会因为 检测阴性而被遗漏 在昨天 我们跟大家报道了 武汉中心医院 李文亮医生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当中 不幸感染失事的消息 去年12月30号 李文亮第一时间 对外发出防护预警 当时也因此 他被当作是造谣者 受到了传唤训诫 他的离世 令公众深感通信 经中央批准 国家监察委员会 决定派出调查组 赴武汉市 就群众反映的涉及 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 做全面调查 在昨天的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卫健委 对李文亮医生的 不幸事事 表示深切哀悼 对他的家属 表示诚挚慰慵 古北省武汉市中心医院 李文亮医生 在抗击疫情中 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经全力救治 不幸事事 国家卫生健康委 表示深切哀悼 向李文亮医生的家属 表示诚挚慰慰 李文亮辽宁人 1986年出生 武汉大学临床 04级青年制学习 毕业后 曾在厦门工作三年 之后 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工作至今 去年12月30号 李文亮在同学群 披露不明肺炎有关情况 提醒同为临床医生的 同学们注意防护 李文亮最后 关照大家不要外传 但微信内容 还是被截图转发 今年1月3号 他收到武汉警方训捷 但李文亮随后仍然返回 到收治肺炎病人的工作中 1月10号 接受一名82岁确诊病例后的两天 李文亮出现感染症状 开始咳嗽 11号发烧 CT检查显示 双肺无法感染 12号住院 但一直没被确诊 隔离期间 他表示 健康的社会 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并希望康复后 赶快回到医线 1月28号 最高法微信公众号发文指出 尽管新型肺炎并不是SARS 但信息发布者发布的内容 并非完全捏造 2月1号 李文亮发出最后一条微博 终于确诊了 此后他病情有所反复 并于6号晚上9点左右 使用了人工肺 经全力救治 凌晨不幸去世 我们知道他 过世之后 心情比较沉重 因为他是为我们老百姓 付出的声明 我们十分感激他 我们应该想他学习 我还是很难过的 这么一个好人 最后也没挺过这一关 他所展现出来的 就是一个对社会的 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他非常诚实 守信 湖北省卫健委 武汉市人民政府 及卫健委 也分别发布公告 向李文亮医生 申表哀悼 并向其家属 表示诚挚慰问 针对武汉中心医院医生 李文亮的发病和诊疗过程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 宋舒立表示 后续将会认真研究 李文亮病例 另外在昨天的湖北省 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武汉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胡亚波表示 武汉市将全力配合调查组 做好李文亮调查相关工作 昨天经武汉市中心医院申请 武汉市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 认定李文亮作为医护人员 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当中 不幸感染 并经抢救无效去世 属于工伤 据核算 李文亮同志工伤保险待遇如下 一次性公网补助金 78.502万元 丧葬补助金 3.6834万元 下部如期供养亲属符合条件 还将依法核定 并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 李文亮去世之后 他家的家人和情况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根据了解 李文亮的父母此前也曾经感染新冠肺炎 目前已经治愈 他的妻子在李文亮住院之后回到了老家 6号晚上赶到了武汉 目前并未感染病毒 昨天下午 李文亮妻子傅雪杰 在自己的朋友圈发了一个声明 回应了网上流传的一些 假冒他的名义发布的求助信息 傅雪杰在声明中表示 本人傅雪杰是李文亮医生的妻子 本人声明 我们不接受任何个人捐款 网上流传的本人求助信息 均为不实信息 感谢社会各界对李文亮医生 及对我们家人的关怀 对于李文亮医生的不幸事事 新华社发表评论称 被以散布谣言训诫后 仍然坚守岗位不幸感染的李文亮医生 还是离开了我们 身在病中 他还不忘报名到医线去 不忘澄清他被吊销执照的传言 李文亮尽了一个医生的责任 一个市民的本分 人们说应该还他一个公道 这个公道不仅是撤销训诫 更在于对疫情防控要回归 并坚持持事求是 疫情如火 再容不得半点虚伪和傲慢 这一定是李文亮医生念念不忘的 他是在用生命追问 这一定是李文亮医生的